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开心学泰语 今天鲍鱼羊要教大家关于日用品的名称 第一个呢,就是牙刷 牙刷泰文是branxifan branxifan branxifan就是刷子的意思 branxifan呢,它是古泰语的刷牙 把它连在一起 branxifan branxifan就是牙刷 下一个是牙膏 牙膏是 牙洗饭 牙洗饭 牙就是药的意思 洗饭,刷牙 牙洗饭 牙洗饭就是牙膏 下一个是香皂 香皂泰文叫做 sabu sabu sabu就是香皂 如果是沐浴露 沐浴露泰文叫做 creme up now creme up now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up now就是洗澡的意思 up now 洗澡 creme up now creme up now 就是沐浴露 下一个就是洗发水 洗发水泰文叫做 champu 其实呢 这个champu呢 就是跟英语的champu一样 就是泰式英语 champu champu 下一个就是 护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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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文叫做 creme nodpom nodpom creme nodp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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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是什么意思 nodpom 就是按摩 按摩 按摩 就是nodpom 就是头发 nodpom 就是按摩 你的头发 然后把它连在一起 creme nodpom creme nodpom 就是护发水 下一个呢 就是毛巾 毛巾 泰文叫做 pah kon nodpom kon nodpom 就是 毛巾 下一个是 沐浴 帽 沐浴 帽 泰文叫做 moop ap nodpom moop ap nodpom moop ap nodpom moop 就是 帽子 moop moop 就是帽子 abnam 什么意思 知道了吧 洗澡 洗澡 就是abnam 所以呢 沐浴帽 泰文叫做 moop ap nam moop ab nam 这个是 镜子 镜子 泰文是 gla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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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镜子 下一个是 纸巾 纸巾 泰文是 glada tichu glada tichu glada glada 就是所有的纸 就叫做glada tichu tichu就是跟英语 tichu一样 就是泰式英语 叫做tichu tichu 然后把glada 和tichu 加在一起 glada tichu glada tichu 就是纸巾的意思 今天 Bobby 杨 开心 学泰文 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学习泰文的朋友们有帮助 还有在泰国旅游生活的朋友们也能用得上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Sawadika